接下来是花联市民代表会15号一样进行的是市政总执询的议程 分别是由市民代表蔡易洋、黄瑞文还有代表会的主席李政伟 针对市政建设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看法 而代表们也希望市政建设要有前瞻性 更要可以让青年人参与 这样才可以打造活力创新的花联市 热爱运动的市民代表蔡易洋 针对花联市的运动场域多有缺失提出了执询 他认为要有专业的运动场规划师来设计 才可以打造完善适用的运动空间 这一次总执询我提出的是 在我们公共工程的设计范围应该要有专业的顾问 还有加入使用者的想法 让我们的市政、我们的建设都可以打入民心 感同身受的工程 那这样我们的花联市的发展才会更好 而不是像现在许多让人失望的工程 我不希望花联市的发展是如此的原地踏步 市民代表黄瑞文则针对 左仓运动园区内火化场的迁移 还有周边土壤环境污染调查 建议施工所要能够掌握状况 左仓的议题 希望因为民众还有当地的群民 是想说那个闲置空间 就是那个火战场那个的问题 还有那个土质的问题跟那个 就是水源问题 会不会污染到当地的一些居民 所以居民一直请本席 请瑞文一直提出说要相关的一些资料 他本席也有请一些博士去调一些资料 外我有给记者一些那些媒体的一些数据出来 而且我这次本席认为工所应该提出 相关的一个数据 让当地的居民能够放心 市代会主席李政伟则提出了 要朝向科技城市建制行政中心 还有青年参与的方向 来打造活力创新的花莲市 针对左仓运动公园 是否可以规划成一个多功能的运动中心 甚至是行政中心 让我们花莲市的行政中心 能吸引到左仓运动公园 那这样子也适当的开放 放出了我们车流量跟人潮 不会这么密集的集中在于市区里面 我们花莲市公所积极努力 向上级单位争取了相当多的部落集会所 但是只有针对我们平地原住民 也就是我们阿美族 那我们的高山 包括我们太鲁阁族等等 其他的族群都没有重视的来规划 那期盼花莲市公所能以共荣的精神 来向上级单位争取我们太鲁阁族 高原的一个部落集会所 如何让青年愿意留在花莲 甚至吸引更多外线市的青年 能进驻到花莲 入籍到花莲 一起为花莲市的未来做发展 我相信这是市公所相当重要的课程 那也期盼花莲市公所在往后 能协助我们在地的青年企业家 一起来参与花莲市公所的规划 让我们花莲市展现出活力跟青春 基础的建设以外 也能以科技城市的一个发展 那其他乡镇市 其他的包括直辖市 也都一直努力往这个方向来发展 那我相信我们花莲市也做得到 我们花莲市不要落后于其他的地方 针对代表们的建议 市长卫家燕与公所相关科室主管 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与答复 同时也感谢世代会的叮咛 让市政建设可以朝向符合 民众需求的目标来迈进 介络会欢视报道